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印度河流与文明有着对自然崇拜的理念 所以在古印度的神话中 日月星辰与山川河流都被赋予神性 人类也能够经由锻炼与修行得到力量 在神秘与华丽的外貌下 存在浓厚的人情味 无论是神还是人或者是动物 都存在着爱恨情仇 不断的破坏与重生 正与邪对抗正面交锋 这些故事优美动人 让人们摆脱苦难 同时展现对幸福美好的渴求 也表达了人对于秩序的追求 理解自己应尽的责任 与面对人生应有的智慧 歌是吉人生 预言舞蹈里 欢迎收看唱所预言 上集我们说到 卡丽不仅消灭了阿修罗 连同天神都想一起消灭 卡丽失去理智的行为 就像身处在愤怒中的人 被蒙蔽了双眼 为了满足私欲 将脾气发现在别人的身上 就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 连看着众生都快要被卡丽消灭 大地不断的摇晃震动 这股巨大的震动 唤醒了师婆神 慈悲的师婆神 能将已经发狂的卡丽安抚下来吗 大地开始震动 越来越剧烈 这股力量唤醒了 正在禅定中的师婆神 师婆神询问了来龙去脉后 了解现在的卡丽 就是自己的太太女神 这个化身是源自于 她的恐惧跟黑暗 师婆神知道 自己再这样下去 众生都会被卡丽全部毁灭 于是她马上前往战场 见到卡丽正在大肆杀戮 死亡笼罩着大地 一片哀鸿遍野 师婆神为了解救众生 不顾一切的躺在卡丽的脚下 任由卡丽不断的践踏 忍着疼痛 师婆神缓缓的叫出女神的名字 她说 达萨约你战争已经结束了 众生被你伤害得很痛苦 你醒醒啊 再这样下去 众生会全部被你消灭的 卡丽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 低头看着师婆神 过了一下子 就晕倒在师婆神的怀里 渐渐的回复女神的样貌 师婆神将女神带回宫殿修行 这个世界终于回到原貌 师婆神是印度的男神 疼爱妻子的他 让印度的女子都以师婆神为范本 她的外形霸气 脖子上绕青蛇 腰间围着虎皮 手中拿着一把三叉杖 额头上还有天眼 长得很俊俏 而且师婆神喜欢跳舞 在悲伤与欢乐的时候都会跳舞 舞蹈象征着师婆的荣耀 也象征着宇宙永恒的转动 转动是因为让宇宙不朽 她也是瑜伽的发明人 因为她的舞姿 人们可以从无名中获得解脱 超越城市而生进 但是师婆神的舞蹈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毁灭之舞 只要她跳起毁灭之舞 宇宙就会进入毁灭 连犯天都无法阻止 师婆神是世界的创造与毁灭之神 又被称作寿主或是鲁罗德 在印度和文明时期受到崇拜 但是在废陀时期 师婆神的地位并不高 她有着极大的降魔能力 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可以喷出毁灭一切的神火 三只眼睛睁开 分别洞察过去 当下和未来 第三只眼睛平时总是紧闭着 一旦睁开就会喷出毁天灭地的愤怒之火 摧毁掉所看到的一切 就连神也不能够幸免 身为神的她并没有放弃修行 中年都在喜马拉雅山上修炼苦行 她身处在荒野之上 洞穴之中还有火葬之所 在这些地方总是有还没有腐败的尸体 觅食的飞禽猛兽集结成群 索命的恶鬼不断地飘来飘去 她赤裸着身体满身污垢 头发缠结 跳着永恒的宇宙之舞 象征着宇宙的创造 保护和毁灭的过程 透过最严格的苦行跟沉思 才能够得到深奥的知识 与神奇的力量 有着极大的降魔能力 弑婆神虽然已经是天神 但是依然选择透过苦行 来精进自己 要让人们了解痛苦是成长必经的过程 凡是成大事的人都经过许多痛苦 挣扎 人生需要磨练才会蜕变成长 只有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人 才能懂得让这些美好 经过喜提的人生才会更美丽 经过了枯萨感痛苦才能收获成功的结果 恒河是印度一条伟大的圣河 恒河之所以来到人间 也是与师婆神有关 恒河女神是雪山之王的女儿 而师婆神的妻子 与恒河女神是姐妹的关系 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 阿犹提亚的国王是一个没有儿子的国王 但是国王没有放弃 他长时间的自我苦修 鼓励国民吃素做善事 让国民诚心的祭拜天神 师婆神看见国王如此的诚心 不仅自己苦修 还带领全国民众一起 于是就赐给了国王 能够获得儿子的心愿 在这之后 国王在几年的时间内 便拥有了六个儿子 这六个儿子长大之后 大儿子萨嘎尔决心要举行马祭 这个祭祀可以让人获得 如同天地一样战无不胜的地位 但是天神因陀罗担心 天神的地位会受到威胁 于是偷偷地将马祭用的马匹 全部偷走 因陀罗将这些马 放到了正在禅定中的圣人旁边 这位圣人卡比拉 他对于出现在身边的马 完全不知情 而另外一方面 国王的儿子们 不断地在寻找这些马匹 找遍了整个地面上都找不到 于是王子们开始挖了地洞 来到了地下的世界 突然见到自己的马 就在圣人卡比拉的身边 王子们极为愤怒 不分青红造白的 就认定这一位卡比拉 他就是偷马的人 二话不说 就开始殴打 正在禅定中的圣人 这种暴行将圣人给惹怒了 卡比拉用神通之火 将王子们都烧成了灰烬 国王找不到自己的儿子 不停地伤心流泪 他独自到神殿中静坐祈祷 告诉自己心中的神 身为国王的他 带领着国民跟王子祭祀天神这么久 将善的力量传播到世界各地 为何天神要赐给自己儿子 却又将他们夺走呢 这个时候 有一位守候在国王身边的天神 慈悲地前来告诉国王 他的儿子发生事情的经过 如果想要儿子回来 必须要虔诚地向圣人卡比拉忏悔 等到圣人原谅王子们的行为之后 事情才会有所转机 国王听了 将自己的王位留给宫中的大臣 独自一个人去到荒芜的森林里 过着苦行的日子 国王日以继夜地跪拜 终日只有喝了一点水 任何的食物都没有吃 心中不断地在忏悔儿子们的过错 苦行必须要忍受常人认为是痛苦的事 比如说 睡在布满钉子的床上 行走在火热的木炭中 或是忍受酷热与含寒 锻炼自己的忍耐力 和脱离欲望的能力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为亲子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苦行是印度盛行的修炼方式 是以苦作为修行手段的人 苦行这个名词在范围里的意思有 热有连热、很热、酷热的意思 印度的夏天是非常炎热的 所以要冷受炎热 作为苦行的主要行为 有些人希望可以就此结束轮回 在这一生就得到神韵和真经 而苦行就被认为是一条捷径 透过成苦为苦行的人 把物质生活降到最低 不求物质只求心灵的解脱 摆脱无尽的人灰之苦 阿犹提亚国王就这样 独自生活在森林里 他日渐消瘦 全身只剩下骨头 卷曲在地上 双手依然合十 并且紧闭双眼在忏悔 圣人卡皮拉终于被国王所感动 卡皮拉降下神域告诉国王 唯有恒河的水 才能够救赎 洗涤儿子们的罪业 但是国王必须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样才能感动恒河女神 国王表示自己 失去儿子们如同死了一样 自己活到这一把年纪 面对死亡 没有任何的恐惧 他依然会告诫儿子们 要似奉天神 以善良和平为道 带领国民减少杀戮 爱护大地上所有的动物 没有想到 恒河女神早就隐身在国王的身边 根据女神长时间的观察 不可能会有凡人 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 原本女神认为 国王不会放下王位生命 但现在女神也被国王的这一番话所感动 不禁流下了泪水 这些泪水变成了河流来到人间 师婆神自始自终都在天上看过着 他知道恒河的冲击力太大 可能会影响到地球的自然生态 于是伟大的师婆神 用自己的头接住了恒河水 减轻河水的冲击 师婆神将恒河水分为了三个部分 恒河女神坐落在喜马拉雅山的法际之中 环绕着喜马拉雅山中的梵天之城 像瀑布一样挤涌而下 师婆神站在河水下面 河水蜿蜒流过他盘起的头发之后 翻成了七谷 这七谷河水变成了印度的七条圣河 印度的恒河成为了现在象征净化罪业的河流 印度的人们相信 在恒河中洗涤身体 可以获得至高的祝福 也能够洗去所有的罪恶 还能够让死者安宁脱离轮回 除了宗教的意义之外 恒河还是印度许多城市和乡镇 重要的伴水来源 人们会利用恒河的水 来灌灌农天饲养动物 还会作为日常的饮用水 可以说如果没有恒河 可能就无法支撑印度人的生活 恒河的水永远不会停留 不知道经历多少征战 多少王朝 抚慰了多少的森林 所以印度人们对于恒河 终究是抱起着乐观的态度 师婆神很关心凡人的生活 有一次师婆神以人生出现到世间 前来惩罚一群宣称世上无神的邪士团体 这个团体的七小 一见到师婆神都被他的帅气给吸引住 邪士们渡火中烧 于是集合群众的力量 让祭火中跳出来一只猛虎 扑向师婆神 师婆神轻蔑地笑着 一手抓住老虎 另外一只手剁下虎皮 师婆神轻轻松松地将虎皮放在身上 于是虎皮就成为了师婆神的披肩 这一群邪士不知道师婆神是天神 还放出了他们养的巨鹿 要让巨鹿用他的脚直直地冲向师婆神 而拥有四只手的师婆神 用其中一只手把巨鹿抓住 让这只巨鹿无法动弹 这群邪士还没有打算要停止 看到自己的法力不断地被破坏 更加火大了 他们执意要毁灭掉师婆神 于是放出了一条毒蛇 这只毒蛇的毒意是世界之罪 邪士们得意地看着毒蛇 前去攻击师婆神 但是他们没有料到 师婆神是毒蛇之王 哪里会害怕 师婆神将蛇抓住 往自己的脖子上绕了起来 于是这只毒蛇就变成了师婆神的项链 蛇乖乖地待在师婆神的脖子上 并没有要攻击师婆神的意思 这群邪士开启了神坛 以强大的邪恶魔法 放出一个矮小的恶魔 这个恶魔的手上拿着巨棒 巨棒的尾端是一个骷髅头 师婆神将恶魔的巨棒拿在手上 然后将恶魔踩在脚下 这时候师婆神开始生气了 他慢慢地跳出舞步 这个舞蹈代表了师婆神的五个能力 创造与保存 毁灭和包容 以及释放 师婆神的舞步越来越快 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由一个光环围绕 成群的精灵伴随着师婆神 随着舞蹈的进行 众人的恐惧转为敬畏 这是一个很吸引人 又带有魅力的舞 师婆神的手、脚和身体 挥洒自如 完美而协调 整个身形慢慢地变大 他的头发向上伸展到天空 日月星辰都停下来观看 师婆神的舞蹈 他的指尖掠过地面 众神全都如痴如醉地前来为观 这是一场前所未见的舞蹈 师婆神的妻子从远方露出笑容 看见这个舞蹈的邪士 还有其他的生物 各个叹为观止 甚至连魔鬼都会为之动容 所以邪恶的能量 也会被纳入师婆神的精神当中 大家现在才发现 眼前的师婆神 是天上来到人间的天神 对于自己的团体 宣说的无神论 实在是太愚昧了 而且 师婆神从头到尾 都没有伤害到自己 众人纷纷拿出身上的所得 献给师婆神 祈求天神的护佑 师婆神的三只手 拿着凡间出游所得到的宝物 一手拿着护皮 一手拿着巨鹿 一手拿着恶魔的巨蚌 至于第四只手 是用来拿住师婆神的功 师婆神以自己的胜利 来展示天神的存在 他没有因为被贬低 而伤害人类 也没有因为愤怒 就降坠这群邪士 选择以舞蹈射受众生 人类总是习惯眼见为凭 对于看不见 摸不到的神性 总是带着疑惑甚至毁谤 然而天神们不离不弃 无尽慈悲地忽悠人类 默默地给予鼓励和支持 世界的万物的存用 其实不光只有人类 不论大家相不相信 天神永远在聆听人类的祈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欲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欲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欲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欲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欲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 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翱翔宇宙天地 看 那有宗斯 赫拉 阿普罗代帝 还有普罗米萧姿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话 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利帕斯的天地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重生缩载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生活到处是惊喜 咦 是傻瓜牡羊 情话金牛 开心双鱼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还是幸福水平呢 美丽的阵容 喜欢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看过独咬就是唯一的天药 想把世界放尽后带领 不管是国王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对闪耀之缘和你 就在风中紧紧的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星辰永不打开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